哈喽大家好,这里是九条 欢迎收看香格莉拉边境漫画二双解说 上回说到三勒利用招超线的各种冷门武器 成功击败鲁斯特的匪夷连理 结束后对方说自己有关于相近特殊怪的钱包 想要和三勒交换机甲的钱包 另一边兔子宫殿里来了一位 也获得了特殊怪认可的新玩家 三勒回到了相近的兔子王国 他惊讶地说道 什么,你说除了我以外还有其他人来过兔子宫殿 艾姆尔给予了肯定回答 说那个人得到了黄金龙王的认可 三勒开始思考 眼下的情况是 又有一名玩家满足了出发条件 接受着特殊剧情来自兔子王国的邀请 照这样发展下去 这个人极有可能和我一样 推进了目前由我独占的特殊剧情EX致命图续实施 一想到由自己独占的情报会被其他人知道 他就有种被NTR的感觉 而一旦这名玩家把和兔子宫殿相关的情报扩散到网上 那自己的优势就当然无存了 本来就有动物园这个不确定因素 万一真发生这样的事情 黑狼和图书馆大概也会露出獠牙 事态将一发不可收拾 但自己必须在明天早上之前到约定的地点和鲁斯特见面 所以也没有时间去思考如何处理 我脑子好乱啊 艾姆尔的脑子被摇晃得很均匀 三勒急切地说道 告诉我那个人的名字 艾姆尔有气无力地回答 好像叫求金签的是吧 虽然知道了名字 但是这游戏的玩家数量超过3000万 要想找到这个人 基本是太平洋捞小别针 于是他直接询问艾姆尔丘尖倩的去向 艾姆尔说因为老大不在 所以他先回去睡觉了 那看来只能寄希望于 他不会随便把情报扩散出去了 但一想到这一路上遇到的种种不顺 他便没有了鸟样躺在了地上 眼下只能不管这件事 先去飞幅提西亚找鲁斯特了 艾姆尔非常兴奋 因为终于能出门了 然而三勒却说 这一次我不能带你去哦 诶 为什么 艾姆尔气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像个撒泼的小孩 因为这一次你身负另外一份重任 三勒拿出一根胡萝卜在面前晃悠 斯乃对艾姆尔特工神气 他让他在这里等囚禁欠来 到时候拖住这个人并且向自己报告 艾姆尔本想拒绝的 但无奈他太香了 就像你拒绝不了X徒一样 他也无法拒绝这诱人的胡萝卜 接着比拉克刚好也过来了 看到三勒回来 他就像是放学回家 召集给家长看自己的画作的小学生一样 展示了自己利用金金毒蟹和水晶蟹的素材 断凿而成的最高杰作 黄蝎护币 没错 之前三勒向比拉克提的需求 就是为了增加战士的广度 这一次不要断凿双剑 而要格斗用的拳套 然后比拉克开始洋洋得意的介绍 听好啦 这款武器最大的特点 就是利用神代的技术将声音 然而三勒并不打算停下去 没时间解释了 等一下我自己试 喂 我可是专门写了一篇800字的武器断凿秘文啊 啊 对对对 我知道 回来再说吧 作为兔子宫殿高贵的锻造奖 比拉克哪里能忍受这种武士 天命 你到底知不知道这东西的含金量啊 三勒终于在对方的吼声中逃了出来 埃姆尔 安抚比拉克的事情就交给你了 他走在埃德鲁多的大街上 思考着如何在明早之前赶到飞福提西亚 另外 他看到自己的等级99后面 还有一个extend 似乎意味着可以解放上线 他感叹到自己未知的事情真不少 并且现在已经到了游戏的后期区域 挑战难度明显变高 时间也不充裕 似乎找个熟悉这游戏的帮手会比较好 嗯 潘歇尔共和监鱼 不行 这两人太麻烦 感觉会产生更多的问题 这么说来 这游戏里我认识的玩家 好像除了他们两个以外 就只剩之前那个时候在场的人了 那个人会愿意帮我吗 于是他给对方发送了邮件 邀请对方和自己一起探索 另一边 黑狼公会 塞嘎林收到了邮件 塞嘎一百问他是什么事 然而他只是说了一句 我先吓了 然后默默地转身离开 画面回到现实世界 小林躺在床上 他解下了VR设备 脸上泛起了一片红云和邪线 杨物军 来 来邀请我啦 他在床上别扭边翻身 像是孩子拿到新玩具 惶喜不已 对话框都加了两个爱心 而三乐这边 则是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只看到对方没有回复 直接下线了 糟糕 那没其他人了呀 然后他来到野外 看了一下新武器的说明 发现效果很有趣 然而属性要求是300点耐久力 而自己只有可怜的三点 但仔细一想 他的战甲兜就拥有着 增加500点耐久力的加成 因为之前的伪扎为门的伤害过意高 众生平等 不管写多写少都是一刀秒 所以他那时候根本就没有在意这个加成 真是多亏了比拉克做了这个头盔啊 否则这把新武器就用不上了 三乐回想了一下 刚才自己对比拉克的所作所为 不仅感到一丝丝丢丢一蜜蜜的愧疚 此时一封邮件送来 打开一看 正是塞嘎林的回信 内容如下 这么晚才恢复你 真的万分抱歉 非常感谢你的邀请 我十分乐意帮上你的忙 那么 关于我们的会合地点 霍虎以下省略三百字 看到对方乐意帮忙 三乐也乐开了怀 于是他立马出发前往会合地点 但是 在那之前 要先解决这个区域的boss 重群巨人 全身由废铁和瓦砺组成 十分坚固 贺信随即改变 攻击手段层出不穷 俨然一座铁山 是这款游戏后半区域的巨型boss 但是 在众多玩家的研究下 发现了这只怪的一个弱点 因此 他成了高玩们的迫害 不对 竞速对象 目前的记录是一分钟 三乐拿出胡招短剑 想要打破这个记录 他发动一系列强化技能 buff lama 巨人用铁壁投资各种金属搭建 他灵活地躲开 认为绝对不能在地面上和对方对抗 然后发动 致迷迷熬椅幻影镜 水晶之月的进化技能 原地制造一个自己的幻影 吸引对方的仇恨 不出意外 巨人猛烈砸伤幻影 这个技能对于机动性强 但一碰就碎的他 可以说是神技 接着 他发动遮纳王附体 不同于之前有次数限制的七艘跳 这个技能可以强化跳跃 持续30秒 他利用对方身上的机械残骸落脚 向上跃进 此时 幻影的有效时间结束 巨人的进攻起来 三乐被逼到空中 没有地方落脚 既然如此 那就在空中停住 于是 他发动天空步行者的进化技能 龙快漂浮 这里拿补一下 隔壁海贼王山直的跃步就可以了 再次飞跃 用武器插在巨人身上 而后连续向上盘登 终于到达了巨大中击所在的地方 之前提到的这个怪的弱点 便是支撑车轮的两根柱子 是可以被破坏的 那样的话 车轮落下 就会直接撞击在巨人的头顶 如果是以前的三乐 对于这种硬度的金属柱子 大概只能刮杀 但现在的他 已经不再是曾经的那个 只会耍双剑的鸟头了 换上战脚兜 以及新武器黄蟹护壁 还要开始反击 首先来到可以破坏的柱子的连接部位 发动肉搏战 提高格斗技能的伤害 然后打出命运之手 之前他一直是空手用这招 而现在装备了拳套类武器 就像是平时一直用木剑的建筑大师 敢用针剑一般 这一次的威力完全不同于以往 攻击命中 一根柱子端裂 车轮向另一侧倾斜 接下来第二根 但这时候 折腊王附体的效果结束了 他没法迅速到达另一根柱子的那边 如果踩着下面的瓦力过去 大概要20秒 那样的话就没法破纪录了 此时他想起刚才看的武器说明书 虽然还没有尝试过 但现在只有这个方法了 他举起左边的护臂 瞄准身后的地面 发射出一颗金弹 斜插在地面上 这是通过声音启动的特殊机关 接着他脚踩金弹 左边的护臂插入地面 造成特殊频率的震动 感知到这种震动的金弹急速生长 顶着三个前进 让他像个炮弹一般 飞向另一根柱子 所谓一击装 就是利用神代技术制造的武器 他能将素材的威力放大并加以控制 而金弹便是利用了水晶蟹的震动感知能力 到达另一侧 目前为止的战斗时间是47秒 已经没有时间等待命运之手冷却完毕了 当了利用在便秘那款笨拙里练就了聚合拳 疯狂击打柱子的连接部位 过程中发出欧拉的不明声音 终于第二根柱子也彻底断裂 整个车轮连同柱子一同朝三乐的方向下落 他迅速跑到边缘起跳 躲开这方能秒自己十关系的最后攻击 给你来个爆扣 车轮精准命中巨人的头部 巨大的后名声宣告了战斗的结束 强烈的气浪差点让空中的三乐摔落下去 他及时发动轮块漂浮在空中暂时停下 最后落到一旁的柱子上 看来这是个极致型Boss 必须利用这个方法才能取胜 嗯 作为后班区域的Boss 这个强度几里几里吧 差点被砸成烂你的三乐如此说道 战斗所用时间59秒32 成功打破记录 创下单人讨伐这个Boss的新记录 一想到这把武器还拥有着 刚才根本没用上的秘籍 三乐就对接下来的游戏体验期待直拉满 另一边在约定的会合地点 塞卡林在等着三乐 一旁的路人表示惊讶 因为他们在一个小时前就看到 最大火力在这等了 突然塞卡林转过头来一眼不发 在路人的眼里 这大概是死亡来临的预兆 于是他们迅速撤离 大声喊道 快跑 他绝对是等人等太久了 要发火了 然而塞卡林只是想转过头去确认一下 他的洋务军有没有来 霸气凛然的铠甲 配上他紧握双手 东张西望的羞涩表现 我只能说 作者你是懂反茶萌的 视频制作实属不易 如果觉得做得可以 还请订阅点赞鼓励 这是我的更新动力 就让我们相约下期